对着镜头颤笑自拍 综艺天王吴宗献在脸书发文感叹 长区的咖啡厅经不起不仅气焊房租 双重打击收摊 不过网友们亮点却放在 他身后这台炫亮的宝蓝色跑车 来头可不小 还记得漫威英雄电影黑豹当中 男主角这段飞车追逐场面吗 当时就是驾驶 献哥开的这台蓝色双门跑车 这个风驰兰的车色不仅艳丽 放在奈米显微镜像观察 结构还是透明的 价值五百五十九万起跳 而这可是女人Sandy 送她的父亲节礼物 走吧 那你去兜风 就连Sandy都曾被车上找去代言 当时开的也是她送给 吴宗憲的同款车 但只是普通的白色 对比献哥的蓝色 还是爸爸的比较拉风 网友也纷纷在照片上流连 说车太帅了 只看到那一台车 三圈张手罗巷台报道